那么现在就换你们来练习一下 百分浓度90% 密度是1.6 氢氧化纳50毫升 请问你它有多少大M 求大M就是分五要放公升 这边有没有公升 有个50毫升 好 体积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你需要墨尔 怎么算墨尔 我们教过三个方法算墨尔 通常考后来的方法 质量处于原分质量 或者是墨浓度成体积 这一题就是要我求墨浓度 所以不可能用第三个方法做 那就像个质量处于原质量或分质量 问题是你怎么找质量 你怎么找质量 你怎么找质量 然后呢 把它找到算一算弄完就可以了 请问你它有多少大M 它有多少大M 我们请 26号 5号 11号 2651 上来 26号 5号 11号 上来 6号 好啦 插掉 请问你这样的大M是多少 大M是多少 你是几号 那11号 你昨天就没有上来啊 你昨天 我认为十字数 我认为十字 Billion 他丝为十字 所以我就知道 这才能上来啊 我认为十字 他比较难却 我认为十字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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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會用到稅才會用到90% 我再次警告你 第一 寫之前把公司寫下來 讓你知道你在帶什麼東西 第二 不要省略步驟 叫你寫出來在出哪裡 掌握不便 找到相等 我剛才講 你不管用哪一種 這是我現在的教法 不一定要這種方法 我剛才講過你可以算出來 帶回原來的公司做也可以 這是一個方式 請問你什麼東西會一樣 跟融質會一樣 剛跟你說過了 你用過濃度算出來的融質 跟用百分之算出來的融質是怎樣 一樣 一樣 你為什麼要用融質 有融質才會用到公司啊 所以算 你可以算質量相同 你可以算質量相同 你可以算墨爾相同 不要吵 墨爾濃度求融質質量 先需要算墨爾數 好 墨爾就MXV 不知道幾大M 體積是50毫升 除1000換公升 所以算算這麼多墨爾 如果你想用的是質量相同 你就要把這個墨爾換成質量 所以要知道分質量 輕氧化它分質量是不是 可以帶進去 你就知道 你用墨爾濃度算出來的融質是 2S公克 你也可以用百分濃度去算融質的質量 百分濃度怎麼算融質質量 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問題是題目有沒有容易質量 沒有 只有個容易的密度 那請問你 融密度怎麼求質量 體積 乘以密度叫做質量 體積 密度有了 帶進去 所以算出來 融翼的質量是80克 然後帶回去 我要算的是融質的質量 融質的質量 融質的質量 融翼質量成百分濃度 算出來是72克 這個是用百分濃度 算出來的融質質量 要跟剛才用墨爾濃度 算出來融質質量 該怎樣 一樣 要一樣 所以 算出來 36 36 所以 答案是 36答案 OK嗎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